天氣變化 高血壓病患血壓高高低低 在台灣有高達430萬人罹患高血壓 而他們罹患失智症機率是一般人的2到5倍 中醫師認為高血壓病患會有頭暈目眩 頭痛 口感等症狀 腦部也常有彈琢血淤機制而逐漸造成失智 因此中醫師建議平常可多按壓百潰穴 事成充耳神門穴與內分泌穴來延緩記憶力衰退 以現代醫學去認知是說失智症 可能是腦部有一些異常的蛋白質 形成一些斑塊或者糾結 然後之後再進一步造成退化 所以中醫透過這種化痰絲 有一些活血化暈的這樣的調理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達到一些預防的作用 目前這項中醫治療 能有效預防高血壓病患 發生失智症的研究 已經刊登在國際醫學期刊上 想要預防失智 醫師建議病患配合中西醫 控制好三高外 平日多疏過 養成規律運動也是重要關鍵 大家先問 吳一芬 林欣宏 嘉義大令報導 如果你有部份出發生死亡 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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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個手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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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